第15轮中超联赛已经结束了6场争夺,最新积分榜排名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,已经连续两轮名列榜首德鲁能这一次荣分到手,第一轮积分已达到31分,恒大目前只有24分。 基本反轮战胜对手也是27分,距离榜首至少4分,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超车,关键是排名前4个球队表现得更稳定了。 山东鲁能在这轮比赛中祭拜了强大的上海生花队,从而赢得了14场不败的醒人战绩。 在这14场比赛中,鲁能似乎非常低调,事实上,也不例外展现超强的防守实力。 经过15轮比赛,他们的丢球只有13个,是中超俱乐部当中丢球最少的。 而与上海生花一战,鲁能迎来了本三季最令人欣喜的表现,新元格德斯和塔尔戴利的火力兼容得非常好,因此整体进攻提升不少。 所以鲁能,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冠军向进险,宝吉四个兄弟的命运也是不可预测的。 情况发生了变化,基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,贵州横峰在赢得了另一支宝吉对重庆思维之后,随后开始反击了。 大连一方越陷越深,塔拉斯克缺席无益,越让大连队缺少赢球的命运,三连百需要塔拉斯克救急。 和南竞业输了之后,还有不错的迹象,夏季之后,他们的阵容显然更加强大,他们的状态也有所回升,这对保级非常有利,值得被看好。 目前,前三的球队,山东武能,北京国安,上海上港三休赛,期后,表现越来越稳定,只有经过强势对话才能在,基本榜上重新洗牌。 广州恒大最近两连胜,仍然无法获得更好的排名,前面的坑太大了,好消息是目前只是赛季半程,恒大仍有很多机会完成超车,目前的困难在于阵容的继续磨合。 塔利斯强,查理斯克阿兰威伦高拉特高罗特,保利尼奥如何完美共输? 塔利斯强,查理斯克阿兰威伦高拉特,保利尼奥。 塔利斯强,查理斯克阿兰威伦高拉特,保利尼奥。